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栓出现信号二 午饭后犯困正常人午饭后虽然也会感到疲倦 但可以忍耐 血绵度高的人午饭后马上就犯困 必须需要睡一会儿 否则全身都不舒服 整个下午一点精神都没有 如果睡上一会儿 状态明显好转 这是因为午饭后 血绵度高的人大脑血液供应不足 血栓出现信号三 头晕目眩 欲言不清老年人在得脑血栓之前 大多是高血压患者 所以他们在最早的时候 非常容易出现的一种症状 就是头晕目眩 尤其是经常高血压的人 如果每天出现血运的次数超过三次 就一定要小心脑血栓是否会发生 另外 脑部血栓还会导致言语不清 如果家中老人说话含糊不清 就要引起足够重视的 血栓出现信号四 皮肤上有红色条纹 一般的轻种瘀伤也是一种血栓 不过它并不需要担心 而深静脉血栓就需要注意 它是肉眼没法直接看到的 但你有很大几率 会看到皮肤上出现红色条纹 颜色很像鱼伤的褪色 触摸壁或腿会使有发热感 血栓如此频繁的出现 我们平时该如何预防它的发生呢? 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师 给大家三个建议 一 多吃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比如蔬菜 海藻 豆类 全麦面粉等 这类食物能降低胆固醇和中性脂肪的吸收 建议每日摄入 二 多喝白开水 据言就表明 在睡觉前和起床后 每天喝两杯白开水 可以有效预防血栓形成 在平常也要养成饮水的好习惯 三 多运动 很多时候 血栓的发生是因为血液流通不畅 而运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要多多进行体育运动 多多锻炼身体 可以有效改善血管的健康状况 各位朋友 你身体出现过上述几个血栓信号吗? 你是否及时去进行检查了呢?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身体状况 我说天啊 那我知道是在哪里的m子听进行检查了呢? 是不是很高兴点 我说天啊 我说天啊 我们说天啊